我們今天終於拍到 告別影壇非常久的 控巴控控 好開頭開頭了 今天為什麼來拍呢 就是我有個縣民 他開的是某廠盤的 歐系的跑車 他被白色的Focus 在高速公路高速刷卡 叫我打聽一下 結果我找到這台Focus了 我們剛好還認識車主是誰 其實就是我們以前採訪過的 Mark哥 所以我們就直接來這邊拜訪他 然後順便看他這台Focus 到底是改很大呢 還是我那個朋友膽子不夠大 那我們就來看看吧 以台灣因為他的環境 是比較多山路 然後大部分都會說 你改底盤啊改什麼 那你是基於哪一則改裝的想法 去把一個前驅的ST做到這種 怪獸級的馬力 那個時候選到ST是因為 考慮到好不好改 可以拿得到的改裝零件多不多 在他的那個價位當然有包含Golf GTI或SUBARU的WRX 都是差不多一樣的一個價位 後面經過一些考量才會選擇說 Focus ST好像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第一個我們就是做底盤的強化 所以車才黏得住不會亂飛 當然是煞車系統也是一定要先改的 後面才改動力的這方面 要變成怪獸車之前 都會遇到一些東西壞掉啦 受不了啊還是怎麼樣 因為我們真的是在 把這台車推到它的那個基點 上一次最後那個意外發生就是 原廠的離合器說它不玩了 因為扭力太大它會直接滑 但是基本上就要選一台Focus ST 不是只有因為那台車好 還是怎麼樣 只是為了一大部分是為了方便性 像我們這樣子改法 基本上是原廠馬力的Double以上 那要做到這樣子 不是說哪一個原廠已經 我直接加大渦輪還是怎麼樣 就可以留那麼多的馬力 這個是要經過一個規劃 我們一開始改裝這個車子的時候 我就有一個目標 我想要達到差不多多少的馬力 第一個要這樣子改就是引擎要強化 你用鍛造活塞 鍛造連桿 驅走也是要強化 也是花了差不多八十多個小時 把這個引擎組裝起來 是因為我太龜毛了 周邊的設備有一些車啦 但是ST是還好 有一些像傳動軸啦 那個也要加強啦 那變速箱可能也要加強 就是看車款 因為馬力比較大 我一開始很早 我就已經有裝了一個 機械式的LSD 因為前驅車也知道 用那麼多的馬力跟扭力的時候 它頭就是會亂騙 你有加一個LSD的話 真的是會增加 第一個 增加安全 你的車不會亂騙來騙去 那第二個就是 主要定力會讓你感覺 我利用得到這樣子的一個馬力 你輪胎抓不住 你再怎麼樣多馬力也沒有什麼用 那今天我們採訪這麼多 最主要目的就是要感受 這個ST小怪獸真正性能到哪裡 請Mark帶我們走吧 走啊 那尿布要記得帶喔 謝謝 我們剛確實試乘完這個ST小怪獸 它馬力到底是多少啊 它那時候輪馬力是到476匹 換算的話 它馬力應該到531匹 剛才是坐在旁邊 看Mark還是一檔慢慢加 換到二檔 二檔踩下去開始打滑 三檔打滑一點 三檔還是打滑 之後那種加速感 就是我覺得最快的是 三檔跟四檔這一段 那種印象中 應該是這輛車就是一二檔快 三四檔的速度 可能沒有之前那麼猛 它反而是反過來 三檔跟四檔加速 你在那個時間你會覺得 這個是以前是超跑才有的 這種加速感 對啊 你就會覺得很衝突 一台先輩車怎麼可以跑出 這樣的加速感 而且像孟晚開始講過 它有做的懸吊 煞車的提升 有一段路其實是有彎的 過彎的 你如果沒有做這些強化的話 我覺得很危險 而且加上駕駛本身技術要夠 我剛剛坐在旁邊 我就覺得說怎麼可能過去 結果就過去 而且是很順暢的過去 我覺得這種車真的 某個程度上來講 好像還蠻均衡的 動力夠加速快 然後還可以坐五個人 這些都是開了一台這種 雲霄飛車 我看什麼笑話飛行都沒有它快 大怒神然後是直著跑的 我喜歡它一點就是它太低調了 對外觀看不出來 因為它還有國產的Focus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它是ST 或說你就算以為它是ST 又不曉得它那麼猛 那既然試乘到福特的車 各位還想看福特的什麼車呢 當然你一定要留言喔 最好是分享一下我們的影片 今天到底是什麼單元嗎 空媽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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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再持續拍攝 那我們下次見囉 好 拜拜 拜拜